看起來真不錯耶 就是昨天吼我有在粉絲專業發文啦 然後我就發文求救說我在台東吃東西非常迷惘 除了藍蜻蜓之外不知道吃什麼 這昨晚的時候有兩個人同時留人這一家麵線給我 所以我們今天一早就來吃看說這家麵線到底如何呢 我們來開動吧 看到這個香菜讓我心花怒放 香菜它是麵線的靈魂超棒 我們來加一點黑醋吧 我們再加一點蒜泥 我超喜歡這樣吃麵線 我超喜歡這樣吃麵線 好吃耶 今天這樣吃起來還不錯耶 它這個辣醬有點甜甜耶 好吃耶 好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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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麵線吃起來喔 裡面有油蔥還有柴魚的那種味道 整體吃起來是蠻香的耶 吃完了 那我們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囉 哇 今天台東的天氣非常的炎熱啊 然後我也要尋找那個精神武術 我們用走路的進來吧 因為它這邊好像實施車輛管制啊 必須要跟當地人租借腳踏車 那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 食尚香的風景吧 我們下一個小時 我們來十一玩兒 Consumer店 聞說話 大家好,我是土豆 我現在來到池上的某一個排水溝 反正想說今天來池上只是為了那個京城武術而已 但是我們今天都來池上了,我們就來找個排水溝釣一釣看 看裡面有什麼貨吧 GO 咬一下,咬一下,有魚耶 哎呦 後來,水瑞 也許今天可以釣到什麼貨喔 好貨,沒死的 釣魚、釣魚、釣魚、釣魚 好會沖喔 這什麼魚 太過利耶 它釘在阿虛 可惡 是人生中第一次來到食尚吃食尚便當 還蠻特別的 而且我們來發源地這邊吃一個便當 要九十五塊 就是跟我們在外地吃的是一模樣價 我們準備開動吧 通常我們吃這種食尚飯包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說 它這個飯盒是用木板去做的 就是吃一種風味的 一個特色 我們來吃一下它的雞腿 就算平常我們在生活的時候身邊有很多食尚飯包 可是我好像都沒有去吃過一次 我突然想起來為什麼 那我們加一下食物救星 白胡椒 來吧請你拯救這隻雞腿 我們加這個白胡椒 讓它活過來吧 好香喔 吃完了 怎麼覺得吃完這個便當 有種空虛的感覺 好那等一下我們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囉 哇 今天總算沒有共沽了 有把魚拉出水面了 OK啦 今天去池上還蠻好玩的 尤其今天見到久違的進程武術 雖然說到池上來回的時間 各要一個多小時 十分的遙遠 那等一下我們稍作休息之後 我們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吧 我現在來到大家跟我推薦的阿虹炸雞了 我就覺得它這個logo設計的還蠻有趣的 我剛剛點的炸雞餐阿 它這樣一個套餐 雞腿、雞翅、加雞塊、薯條還有飲料 這樣子115塊了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薯條 好吃嗎 這口味比較重喔 跟男性挺比的話 我們先來吃吃看它的雞塊 我們吃完雞塊 我們先來吃雞腿看看喔 這個才是主角喔 它裡面有好多肉汁喔 我們最後再來吃吃看它的雞翅如何呢 好 好像有點炸太久了 我飲料喝完了 不過沒關係 我剛剛還有去對面買了一杯 丁哥茶飲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好像這次在台東旅行的時候 到處都看到這個飲料店 就算到台東的其他鄉鎮 或是只有唯一一間飲料店的地方 就是這一家飲料店 我們來喝喝看 它魅力何在吧 嗯 茶飲料加珍珠只要30元啦 就跟我們那種都市的價格 差不多差了10塊錢啦 所以我覺得它價格是OK啦 只不過可惜就是珍珠 放太久了 還蠻可惜的 好啦那我們吃飽我們就準備前往下個目的地囉 大家好我是偷刀 我現在來到台東的東蝦釣蝦場 東蝦釣蝦場它是一間全台東營業到最晚的釣蝦場 我覺得這樣還蠻可以的 因為它這間營業到凌晨4點 很適合我這種夜貓子來做釣 好那等一下我們就一起進去體驗一下 全滑東營業到最晚釣蝦場是什麼樣子吧 那我們就一起進去開單做釣囉 GO 真的要這麼空嗎 好那我已經釣好水深了齁 我們就準備去開單做釣囉 GO 我先釣再開單喔 你開始釣蝦場 你開始釣蝦場 原來如此 謝謝 感覺這樣開單的方式跟藍不一樣耶 好像還不錯耶 那我們來直接做釣吧 欸咻 對喔還沒有拿網子齁 剛剛那個他們蝦場老闆的女兒也拿單子給我了啦 那我們就來做釣吧 OK啦 第一隻蝦是正吃的啦 但是這隻蝦體還蠻可愛的 你看跟我大拇指差不多大而已 我會雙勾了 我會雙勾了 一起雙勾 哇雙勾了咧 我覺得還不錯耶 就是我跟對面的先生同時一起雙勾 這代表今天蝦子都會咬 喔沉了 喔小母蝦 喔有號咯 喔有號咯 這邊有什麼喔 有四十幾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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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剛剛稍早我看他們收費方式啊 就是跟北部的收費一模一樣啊 這北部的綜合池齁 三個小時是七百塊到八百塊都有 喔沉下去 喔沉下去 大功耶 喔這體型不錯耶 他還是正直的 OK耶 來催下去 好驚喜喔 沉下去了 來吧 孩子 喔 耶雙勾耶 第三次雙勾耶 大咬耶 差不多了 那我們就掉 我們就掉了兩個小時就好了 欸 沉了耶 來來來來來 下課下 這是雙勾耶 OK啦 我們該下課了啦 剛好時間也到了 兩個小時了啦 喔 午餐 沒有 我掉結束了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蝦量有多少吧 喔 那我們來去結算一下蝦量吧 喔 那我們來去結算一下蝦量吧 喔 好 那我們來算一下蝦量有多少吧 喔 噢 那我們來算一下有多少蝦吧 喔 來 一 二 四二 我們先掉了兩個小時總共有四十二隻綜合蝦 有公幽牧的啦 那我們來測一下有多重吧 那一樣用台金版的手剩來測一下 今天有多少斤呢 今天有多少斤呢 就是不敢相信說 鬥爾三代每次都是正吃咬起來的 今天這咬空太誇張了啊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蝦子處理處理 回去房間做結尾囉 哇 我們今天宵夜還蠻豐盛的耶 雖然說 稍早我有抓一把蝦給公甘客他們吃 可是目前蝦子看起來 還是蠻壯觀的耶 然後我們今天又買了台灣啤酒 經典台啤 我們不是一起體驗了各種啤酒嗎 從我們在地的到普牌 或者說外國啤酒 我們什麼都喝過 可是好像我們目前就是這款經典台啤 我們還沒有一起喝過 來吧 那我們就先來喝一口經典台啤 這個聲音 聽起來好舒服啊 那我們就準備開動吧 當然 我們今天又拿 哇塞米 還記得上次我們花蓮之行 因為忘記拿醬油 我們就直接吃哇塞米嘛 不過為了我們能順利好好享用這些蝦子 我還是有去跟他拿醬油啦 那我們就把醬油倒下去吧 我們有去把醬油倒下去 喔喔喔 完美比例 我們第一隻蝦 先拿這隻公蝦來隻 好舒服喔 吃這個蝦頭 超棒 這個肉其實是硬中帶Q 還不錯 就是烤火候剛好 不過今天整體吊礦 我覺得是很不錯啦 因為其他吊客也都還蠻不錯的 在吊蝦畫面的時候 你們看到櫃檯它那邊日光燈的附近 它每個日光燈前面都貼一個擋板 去避免說蝦子會反光 它光是做的這一點 就讓我覺得說 它很會吊客著想 我覺得很棒 可是今天到東蝦吊礦場之前 我有去黃金海岸吊礦場看看 然後那個時候我記得 我已經煎好額料 也量好水深準備開單做吊了 可是那個時候我的第六根告訴我說 如果你現在開單做吊 等一下你又要吊到奧獨多了 而且這次不是說短邊做人的問題 而是說因為黃金海岸的蝦子 它是方方正正的 所以每個人吊到它的正前方 也許會吊到你的正前方 就彼此會打架了 但是每一間蝦場都有它的優缺點 他的蝦頭好肥喔 這股濃烈的蝦頭味 喔好爽喔 我不行了 我臉皮都已經蓋起來了 該先休息了 那我們就準備休息吧 晚安囉 晚安